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8日 星期六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台灣的決戰 台灣有幾個項目要公投 我們這一節也是一個試驗 大家都知道 本人John Connor負責做時事評論 這一節會跟大家說多一些新聞內容 我們想刺激一下York 做新聞 做台灣新聞做好一點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是2021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 今天就是公投 我們說之前要跟大家說緊急宣佈 本台 真的遭受非常 嚴峻的政治打壓 今天YouTube將我們所有的上載影片 全部 清一色 幾乎是全線黃標 這個 除了政治打壓之外 沒有任何解釋 我們有很多話題 是連我們的財經節目 以及娛樂節目 都被列為黃標 不讓我們賣廣告 這個不是政治打壓 是甚麼呢 最壞的情況 我們也是有機會 可能會被人封台 免費模式 也不能夠繼續持續 我們暫時也沒有甚麼應對辦法 只能夠叫大家繼續幫我們把舊的節目 就是無限loop播放 幫我們繼續手動點擊舊的節目廣告 沒有甚麼辦法的情況之下 只能夠 最壞打算就是離開YouTube 繼續用回付費模式 也真的希望 大家 真的 不是很有困難 訂閱我們的Patreon Patreon我們已經設定了 最便宜的那個 目的也希望是薄利多銷 其實我們 現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YouTube的廣告 真的不讓我們賣的話 免費模式做不到 那麼我們 本台可能要面對 就是要萎縮 那就要將新增的大量節目 可能全部都 都要剪掉了 因為新節目是我們聘請他們做的 沒甚麼辦法 只是 黃媒受到政治打壓 是意料中事 各位 要留著黃媒 真的需要有些代價 真的不容易做 他會在每一個方面 嘗試去掐死你 當然我們有一天 繼續能夠發聲 我們也會繼續發聲 但是 經營模式 我們很可能真的需要去改變 真的需要有Plan B 也請大家支持一下 好 今次繼續跟大家說 台灣的公投 台灣 就是有四個時行要公投 一個是關於核能發電 又或者稱之為核四 為甚麼叫核四呢 核四就是台北第四座核能發電廠 他 就在新北市 在一個叫龍門的地區 所以這個又叫龍門核能發電廠 我也聽過台灣的節目 我聽過賴清德出來說為甚麼反對核四 其中一個簡單的原因就是 這一座已經是第四座核能發電 對於台灣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多大 對於台灣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那麼多座的核發電廠 是最大的不好處 之一 就是當 核電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其實整個台灣 都會受到影響 只是一個福島 的 核災害 已經導致 整個縣 民不療生 大家都知道 日本其實比 台灣要大很多 假如 核電廠有任何問題 整個台灣都會遭殃 這是第一個公投事項 第二個公投事項 就叫做三折 為甚麼叫三折 他們太喜歡用簡寫了 三折就是第三 天然氣接收站 所以他現在就叫做三折 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複雜一點 第三個項目 就會簡單一點 第三個大項目 就是叫做萊豬 萊豬就是美國豬 大家都知道台灣就是美國的夥伴 大家都是盟友 台灣向美國進口萊豬 以 國民黨為首的藍營 大大力反對 他們甚至乎現在 就是要透過 公投 禁止美國的萊豬進入台灣 假如真的公投通過的話 對於 台灣和美國的商業夥伴的關係的 受損 創傷非常之大 更加會影響台灣進入CPTPP 第四個事項 公投脫歐大選政策 不詳細說的內容 因為大家對於台灣太詳細 那個政策的內容 可以看回公投的是甚麼事項 簡單來說 綠營 民進黨這邊 就是 最簡單 四個事項 都是不同意 所以現在就叫做四個不同意 藍營 國民黨就叫大家四個同意 所以很簡單 現在就是四個不同意和四個同意的對決 這裏就繼續跟大家說說台灣的新聞 公投決戰前夜 國民黨在17日晚 昨天晚上 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 外面舉辦民主 首野晚會 不是叫集會 是首野晚會 他叫人 首野 首到天亮 然後去投票 根據統計到了晚上8點 在現場的人群 有超過2萬名群眾 預計晚上9點就會有 民眾會連成這個大圈 象徵說要守護台灣 四個都同意 大家 所以很容易記得了 四個同意就是藍營 就是國民黨 民進黨的副總統賴清德 民進黨也有搞集會 賴清德就說 已經開放了差不多一年的內豬 即是來自美國的豬 如果現在公投擋下來 將會失信於美國 如果我們現在失信於美國 就會等於失信於國際社會 他也說這四個議題 其實在台灣已經紛擾了 20年了 很不容易才能夠解決 現在 又是要令這四個議題 再次出來公投 台灣社會 哪有那麼多個20年 讓你在這裏滑溜呢 這次就說這個公投 就好像四顆石頭 那樣 希望 台灣人 明天一定要把這四顆石頭 撥開 不好意思 應該是今天才說 因為今天是18日 我看的報導是17日出的報導 民進黨在17日 即是昨天晚上 在高雄 台北 搞了兩場造勢活動 呼籲台灣隊 站出來 賴清德就說 頭下是四個不同意 大家記住民進黨 四個不同意 四個不同意有三個考量 第一 台灣經濟永續發展 蔡英文就任之後 就意識到美中貿易戰就要開始了 中國的 投資環境大不如前 正願 不僅改善了台灣的投資環境 也提出 歡迎台商 海外的資金回到台灣 目前 台商 已經回到的 有900多間 投資的金額超過 一兆四千多億台幣 創造了 10萬個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 柯文哲 出來攻擊 民進黨 說這個民進黨 金色兩種嘴唸 不會不好意思 柯文哲說 最痛恨滿嘴謊言的 雙標黨 標準的標 雙是雙重的雙 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 出來講話 批評民進黨 說他金色嘴唸恨不一樣 最痛恨這種雙標黨 滿嘴謊言政黨 然後也不會 覺得不好意思 他這裡就說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屁股紅 是因為爬到樹上 才被看得到 這個應該是台灣的 言語了 柯文哲 發表演講 17日報導說 明天就是公投日 本來就應該用理性 務實的態度探討台灣面臨的問題 但是做出對台灣 長久最有利的選擇 但是過去幾個月裏面 國民黨 和民進黨 雙方都訴諸 政黨的對決 意識形態 甚至用抹黑造假的方式來引導 柯文哲繼續說 公投四個項目的題目 困擾了台灣就接近20年了 核四 起還是不起 是一個選項 足足用了3000億台幣 一度電也沒有發 核四的議題 兩黨都有矛盾 有些反核四 有些反核電 民進黨反核四 亦反核電 在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追加預算 趕工 國民黨就說他擁護核電 但是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把核四 封存 所以國民黨和民進黨 兩個黨都有矛盾 過去的20年 核四問題 國民黨和民進黨互相爭吵 吵到今時今日也沒有吵完 歐文哲繼續動蔡英文 說蔡英文當總統也做了五年 如果真的要停核四 用行政命令 就可以處理了 但是上任 上了那麼久 核四的封存費用已經超過40億 就問了 封存核四的40億 花了去哪裡 問為什麼立委去到核四看的時候 裡面的電線還是亂七八糟 封存費用 去了哪裡 這裏 新聞跟大家說到這裏 那就做一點評論吧 其實 民主社會裏面就是這樣 因為政黨輪替 當一個黨是執政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重拾一些他原本 在野的時候去反對的政策 因為往往在野政黨 反對黨是比較容易的 這個是事實 因為 執行的比較困難 提出反對理由的時候 往往比較容易 所以真正民主社會有兩黨輪替 上台的地方 經常都會發生 正黨 在自己執政的時候 在野的時候 對著同一個議題 有兩種不同立場的情況 這個情況就算在英國 美國 也是一樣 美國也是一樣 民主黨上台之前 大大力 批評 特朗普對中國的政策 但是 到民主黨上台的時候 拜登政府 就沿用特朗普的對話 的貿易限制 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去解釋 為甚麼 台灣 民進黨 國民黨 都有矛盾的地方 當然 作為 兩個黨都不是的 柯文哲 說話當然是最輕鬆 因為兩邊都不是 這節跟大家詳細說 台灣的公投 講到這裡 有最新消息 有公投結果 第一時間 跟大家報導 這節就是 《我是港台灣新聞》 看看大家覺得 說得好不好 York多努力了 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